好 歡迎收看今晚的動漫無雙人 我們主持雪嶺 有馬爾 冒蟹 贏者 學馬仔 好了 之前講完舊番 我們固然跟著 今季新番真的太多太多 都不厭其煩講一次 我們是不會講完的 會不會有些人很失望呢 你這樣講 看看他舊番的時候 能不能像琴寶小姐那一類 能夠力玩狂難 有機會有機會講完 不過雖然我們都沒有講到 要是好到爆 要是爛到爆 要是爛到爆 因為大家都要明白 太過平淡的作品 其實真的沒有什麼好講 我們講完都免得悶到大家 所以要找最好到最差 當然香港也有些雜誌 都將今季24套排名 其實不止24套 有些他都沒有寫 5分至10分鐘的Anime 其實有講過 剛剛每日新聞有講過為什麼 今季其實呢 原創有些起色 都有很多 當然最亮眼的 當然就是 久違未出現過 同一季裏面 有三套的機器人片 終於機節有新作入了 當然第一套 我們要講那套 其實 我也不知道他能不能進入機箭 因為大家都知道 虛冤寫的東西 寫寫可能機械人其實是沒用的 這套當然是 翠星之 加爾江提亞 簡單說說翠星就算了 有些電視去冤 執筆的機人片 系列構成和劍劇都是他的 我看他怎樣做到機人獵奇 最少就是 看了現在 他一次過一口氣 就播了兩集 第三集 那兩集是之前的私行爆 他派Bullway 跟著正式電視播 現在播了第二集 錄音的時候 沒錯 現在看了頭兩集 暫時 虛冤暫時執導的這套機人片 我暫時都定性為機人片 暫時是相當穩打穩摘的設定 其實是一個原本外星侵襲某一個 我不知道他們應該都是地球人 就像Marco 船庭那些 然後接著就絕地反擊 主角最終就因為 船上回不去 之前已經有一個人說 你先走我電口 但他都回不去船上 那些人就白死了 他死了 我被對花吃了 還沒見屍體 先別這麼肯定 可能變金屬人出來 鋼鐵塞 不過我記得樹玲有教過我們 怎樣看機人片 他就說過第一集 要看他們的戰鬥 是怎樣去衡量一下這套 好還是沒有 第一集開的戰鬥 你覺得怎樣 我覺得OK的 如果對比 因為我們今節裡面 我們會三套機人片一次過講 你說如果對比起銀鑼機公 或者革命機 他會跟革命機那個 慣性移動的運動性 會比較像 但會有側近有不同 因為革命機那種 就會像是這個 比較是真實系的 即他會有重力 但很明顯 翠星這部機 你當會是 我們近質的機人片來講 你當會是 GUNDAM OOO那類的 飄移式 飄浮式的運動 所以其實 比出來的震撼力 是會弱一點點的 還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例如大家看到 第一集他們跟外星生物 不知道這部爆燈那些 打 但第二集就跟人類 不知道落後 不知道幾千年的文明 打 你見中間落差很大 你很難去評他們的動作 是怎樣的 還有最重要是 主角那部機是實 你見其他革命機也好 銀鑼機也好 主角機是專用機 是比較厲害的 但我們這套 沒那麼記得 主角機是一部普通的量產機 不一定 大家要看清楚這件事 就是 在第一集裏面 主角部機的顏色 是特別有少少不同的 我不敢肯定 機體上的機能 是否一致 但至少就是 因為他 假假都會有一個笑衛 對嗎 你要明白 機人片裏面 笑衛是一個很重要的職位 明白 笑衛很重要 通常那些黃牌 Ace那些 升到笑衛就升盡了 一不就戰死 就升到中衛 一不就 剛剛這個已經失蹤了 咦 這樣可能已經在他的聲喉裡面 已經升為中衛了 不過我想問 第一集 大家就看他對著什麼呢 第二集 對著一些 好像未來水世界那些 海賊 其實他冒化那段有些奇怪 他飛過去 那些海賊就死了 為什麼可以完全沒有聯絡之下 在裡面人家 在機艙裡面 那些壞人會死掉 他那些激光 是有穿透性的 基本上 他是對人 基本上他是對生物 類似於機箭 無視你裝甲為力 直接射入階裝 射到駕駛 馬上消失了 因為大部份機人片 其實快速的話 第二集就會開始解構 那個機械人的特性 就好像其實 其實扁認的 現在今季的銀河機工隊 第二個開始 稍有洩裂 就是這個系統究竟是怎樣 但是呢 你說一般來說 可能三四集 才會再講解這個機人片 因為可能第一二集都要被他威嚇 先 這個就會是機人片比較傳統的做法 但是你說 虛冤執導的東西 很多時候 他一個角色的素造 是會比較理所當然的 應該這樣說 我們 他的智商 起碼是一個正常的水平 由我們看到就是 若然 你給其他的機人片 無論是AO也好 或者是Alien也好 我深信主角 在他醒來之後 他第一件事就會開機出來 那些人就會看到 有隻外星人突然站出來 這個 你而見到翠星裏面 男主角 萊德 他本身 看完那個情況 你要看到這個人 都是心思細密的人 只是說 看定師 你外面 十幾二十人在 大哥 我真的一打十都不行 你還有幾個人 你都打給大家 他懂得看的 他見到Amy 跟他們有聊天 肯定不是奴隸階級 平輩的都是 那他抓人子沒有 合理的都是 這個又不肯定 其實他只不過叫做 這個抓人子先 這個抓人子先 當然你說他抓錯 這個沒辦法 當然 OK主角抓 這個都不是問題 但最主要你說 在故事裏面 其實 在頭兩集 最主要集中 都會說 男主角和他那部機體 我忘記了 Te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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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兩個之間 對這個星球 用一個外來人的身份 去看這個世界 而你會看到 當中他們會有一些 地球不是 沒有了 他會用故事的方式 去帶來 一個好處 嚴格來說 你會讓人知道 他們這班 可以說是 離開了地球的人類 但還有一班 殘存在地球 可能就是 搭不接機 好像主角那樣 搭不接機 沒辦法 這類型的人 過了這個冰河時期 在地球殘存的人類 再重新開始他們的生活 而你說這方面 其實他撈機體的方面 其實有很多 你說機人片 都有應用這個設定 剛剛掘一些股東 要是自己製造的 超科技 要是地下掘一些超文明 對 你說當中的 大家會 我舉幾個例子 例如 Guns-Wall 索斯基艦秀 OVERMAN 這類型的作品 都會說 本身人類 可能會降到某一個 生活水平 然後再出發 但他們再掘一些 黑歷史類型 當然 高達基也有 就是這個 這類型的手法 當然未知虛冤 是想怎樣去寫這類型的手法 其實現在看上去 變相其實很大 但最主要就是 主角機不是真的 來自古代 可能是時空震盪 不知道是時空還是地點 震到水底 他說過了半年 但Tamber說了半年 但外面的時間 是不是真的半年呢 你首先要解釋一下 Tamber這東西 是沒有限制人的 如果他在一個 人工智能是有古惑的話 可能會做某些劇情 但現在未知 我們都不可以妄下判斷 他不是說Tamber 是沒有什麼 即是沒有個人意志 他只是一個 叫AI 類似人工智能 很難說 而我覺得這方面 其實他 這個我不知是虛冤還是虛冤 但在腳本構成方面 我覺得是做得出色的 就是 他做這個 AI 我覺得他不會突然間 有些很感情化的事情 很多時候 第一他說 不如殺光他們 我提議你 我提議你最好 就殺光他們 以他們沒有理由 傷不了我們 你最好快點解釋他們 對 所以 在感情判斷上 或者是一些 當 未必是機械可以判斷到的 他是會交回 由男主角 萊德 去判斷這個情況 究竟是怎樣做 而這個的互動 就會變成 一個作為資料紀錄 他會知道很多很多很多的事情 而另一個就是 作為一個人類 我們怎樣去看這件事 你會看到一個分別 當中 我覺得 今次 我不知道會不會 好像上次 曬告片上 都會有些 像是機器和人之間的 矛盾差異 因為他們沒有什麼機械 那些機械類似 即是很舊式 你當其實什麼 他的機械其實很像我們現在的科技 最多是 Google Friday 類似 最多只會有作業用的機械人 還是人手操控 總之就不會去到男主角那種 那種機械那麼超科技 主角 他的船連挖出來 但是搞了一整晚 用什麼 沒什麼武器爭還沒扔飛彈 都成立機械 但真的硬成這樣 怎麼進入機械呢 你很難認識數字 不要理機械這個問題 我怕有些聽眾沒有聽過機械 當然我們 略略說少少的 這些都是 我們估計的 不過我想問大家 其實這套東西 相對來說 以虛淵的作品來說 其實是否比較異名 暫時頭兩集來說 他沒有鋪一些很核心的設定出來 所以我覺得今次會是說 人與人之間 一個已經遠離了 我擁有很高科技文明的人類 再去感受這個現階段的文明 到底會是怎樣 但我覺得甚至就是說 可能這套東西 我想他開頭那一集的發展 很相信理所當然就是 要不就 男主角的船員找到來這個星球 要不就外星人來這個 就變成單機救地球 好難喔 我一堆天衝擊死了 我一打幾點救 不是喔 我反而是有機會 我覺得他會探討 一件事就是說 當一個世界 即是他有一個 那麼超越的戰力 去投入了這個世界之後 這個 這件事會造成什麼影響 可能我都會說 這個可能都會 因為始終他們 當他都是一個外星人 對 即當他是外星人 尤其是 譬如說 你其實看到 他可以顯示 如果那些海盜 打他的時候 其實他根本就沒有反抗能力 但如果你手樓上 是握住這個 這麼終極的武器 可以是一炮 就把海盜撞掉 你會不會說 人的心態會有什麼轉變 這個方面 其實大部分的機型片 都不會涉及這件事 因為主角機 突然之間 很厲害 那些人就會說 勇者 這個世界未來就交給你了 嗯 這個問題就會輕輕地大了 但相信你說 好像剛才二行者所說的 我覺得有機會會探討 這個勇者終有一天都要走 未必 我懷疑他現在反SOS 即將來被船團查到 回來 咦地球可以了 我們直聞回去 地球和外星的衝突 對 因為其實男主角曾經說 他們在找一個適合的星球 但找不到 但當他們知道 就是 這班左右人 他們會主張說 我們是地球人 類似其他機器人 類似其他劇情 會出現 沒錯 這個我覺得 這個都好像 有馬桑說 其實這個都可能 會是一個大部分 就是主角作為 他感受過這班人 還有他自己作為 那邊是我團圓的人 他當中的掙扎 當時的掙扎 更加 他的機器就是再沒有威能 因為人家有八幾二百部 單機就很難去做到些什麼 所以其實 我相信這部影片 我會自己感覺 最終機械人 只不過是一個 戰鬥方面 他沒有去到 很著重機械人的方面 所以其實 很難說他有沒有入到機戰 有機人有機戰 現在情況 你很難說的 這家東西 即使 即使 那部機器進入機戰 數值上的設定 都比較麻煩 不是 當他是一部Gundam 去處理 那他的地球方的機體 是怎樣的 HP只有10 其實有好處 這個 每一套機人片 我們最後一隻 花十幾二秒 這樣說 其實他有好處 因為是太空機體 因為Z3 理論上是會用太空機體為主 所以這三套 這麼以太空為主 其實很有機會 但他有波子太難 但我怕你整團機戰 組殺十幾二十個作品 打一打不贏 那些波子 但這套東西 當然 在第三集之前 虛圓說過 第二集殺了這麼多人 他收夠醜了 第一集 殺了這麼多人 我會收手 先幫你聽著 他說第二集都殺了很多 他說他收夠醜 第三集就不殺人 我們先聽著 那些是否叫殺人 直接是直接蒸發 血都見不到 挺有愛 他知道人類死了之後 要埋葬 要火花時間 多愛心 一次過蒸發了 省回臉狀費多好呢 對 那我們跟著 可以試試看 機會 你忘了 你知道嗎 才是